今天又來到中正大學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個 跟物聯網比較有相關的 這個WebDuno的部分 所以今天呢 除了各位看簡報以外 我們會有一個實際的東西 讓各位來用 在這邊 這裡 在這裡 這樣可以嗎 有看到嗎 有一個東西 那會有一個盒子 讓各位實際玩玩看 裡面有像超音波 LED點擊燈 雖然這樣看沒有很清楚 但是沒有關係 所以等一下會給各位實際 讓看看 那我們先看一下簡報的內容 那簡報呢 我們就在這個短紙裡面 所以呢 你打開之後 我們先看在WebDuno 我們今天呢 會跟各位介紹的是 它有一個Smart的這個套件 那裡面呢 大概有這些內容 有大概有這些內容 包括它有一個開發板 然後呢 有麵包板 LED點擊燈 超音波 然後還有風鳴器 LED燈 溫濕度 感應器這些都有 那實際的包裝盒子 你剛剛沒有看清楚 就是長這樣 好 就長這樣子 我們首先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WebDuno的部分 相信物聯網各位都 現在很多都聽過了嘛 對不對 現在是進行式 而且未來只會怎麼樣 越來越多 那 跟它 很有關係的 就是我們一般 常聽到 也還有另外一個 叫Arduino的部分 因為它也是開源的硬體 硬體跟軟體的部分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廠商 都有開發相容的板子 那Arduino的部分呢 它是以西跟西加加為主 西跟西加加為主 那麼它主要是透過USD 藍牙 當然它也可以外接Wi-Fi 這樣 那 最主要呢 就是說它的韌體 是跟它的硬體 就結合在一起 所以呢 你必須要怎麼樣 就是 層次喜歡 要做一個燒錄的動作 把它燒到它的 這個 晶片 那個電路板上面去 那所以呢 這樣子它可以單機運作得很好 那相對的 WebDuno 其實 它就等於Web加Arduino 只是呢它的原生 做好就是網頁 也就是說它的原生的程式 是以網頁為主 那這樣有好處 因為 如果呢 你是屬於單機的運作狀態之下 用Arduino其實是很適合 因為反正沒有任何環境 我只要有電 我就可以運作 可是相對的 如果你需要的是 多工 或者是所謂的 多人控制 或者多個裝置之間怎麼樣 互通的話 網頁的架構就相對有它的優勢 所以這兩種各有優缺 那麼在Arduino的部分呢 它需要有軟體的部分來做開發 不管你是用寫程式的 還是用垃圾木的 意思都一樣 那麼Webduino部分呢 它就沒有 它是透過雲端的部分 所以你也不用裝任何軟體 只要上雲端就可以使用 就可以使用 那它主要透過Wi-Fi 或者WebSocket來做連線 那因為它沒有寫入的動作 等於它必須要搭配什麼 Server 搭配Server 所以你的程式是在Server上去執行 所以呢你只要 重新執行就好了 它沒有所謂寫入的動作 所以它不需要特別連到電腦上 不需要特別連到電腦上 所以您可以看到我這一邊 在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我是用這個 對不對 這樣有廣告顯示 我是用行動電源啊 因為我只要借它電就好了 好我只要借它電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是他們兩個一個 蠻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往下看 往下看 在這裡 他們目前呢 這家公司它主要有四個板子 四個板 我們用的是中間這一個 那最近呢 又推出的叫Opertono Bit 當然它這個也是 跟英國BBC有一個那個 Microbit 是雷同的 因為它也是一個開源的硬體 可是呢它強調就是它一樣透過Wi-Fi 沒有那個韌體寫入的動作 所以這個是這家公司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Webdu呢 我們剛剛講過它最大好處 因為它是網頁的架構 網站的架構 透過網路 所以呢 你要一對一 這絕對沒問題 你也可以多對一 也可以一對多 比如說一個人要控制多個裝置 對不對 多個裝置之間要互聯 這些都OK 或者你多個人控制一個 或多個人控制多個都可以 這個是在Webdu呢裡面 它原生就有的 所以相對來說就簡單很多